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男人只会长大 永远不会成熟 但其实他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一点 自私可以因为孩子而变得宽厚起来 懒惰可以因为生活的压力而变得勤奋起来 不懂道理可以教他 懂道理 他最大的问题是不支持 我这样说你生气吗 不生气 视频中被图雷老师责骂着的男人 名叫小魏 由于他不求上进 整天好吃懒做靠妻子养活 所以他的妻子小李 无奈之下只好求助到了节目组 希望众人能帮着劝服的 让他改变 可谁料他对待生活 对待家庭 对待妻子的态度 却一再惹怒现场所有人 这是您夫人 对 比您大 九岁 结婚几年 一年多点 谁追了谁啊 他追了我 对那你有没有考虑过他比你大那么多 为什么你要跟他结婚呢 因为当时也是喜欢他 所以呢 当时喜欢是吧 对 现在还喜欢吗 不喜欢 小魏没有一丝犹豫的回答 让众人不由的哭笑不得 也让小李尴尬的同时 心痛万分 毕竟新婚夫妻会有七年之痒 怎么到小魏这 就只有短短的一年 他就厌烦了自己的枕边人了呢 这样显得他的爱是那么的热烈又短暂 也是那么的廉价 然而小魏除了理直气壮的不爱妻子之外 他对工作理直气壮的不在乎 也让人感到可恶 资料上面说您现在是代业啊 对 大男人不工作干嘛呢 嗯 还有孩子 在家 他一天就在家抱着手机打游戏 完了孩子也不好看 家务也不做 然后就是我白天做家务 看孩子 晚上就出去送外卖 把孩子哄着了出去送外卖 你不去送啊 我不去 为啥 因为我不是特别想工作 那你靠什么生活呀 她是一条女汉子 那她来养我呀 场上小魏理直气壮的无耻发言 真的是震惊众人 虽说这世上并没有规定男人一定要工作 去养活自己的家庭 但是大多数男人为了自尊心 为了脸面 为了责任 也不会让自己的妻子去养家 而反观小魏呢 她竟然对于靠老婆养这件事 表现得理所当然之后 还在大庭广众之下 那么不知廉耻的认为 妻子强壮就应该让她养家 这样的思想无疑是令人唾弃的 然而除了对工作的不上心 小魏对家里的不上心 也让小李非常崩溃 然后就是我白天带孩子做家务嘛 晚上下夜班凌晨 早的时候是凌晨三四点钟 然后晚的时候可能就是 早上六七点钟还在外面 太辛苦了 一回家 他这块就是 我造的家里边特别的墨迹 衣服不管干净脏的 扔一地 衣服得我洗嘛 孩子的腐蚀 现在六个月可以加腐蚀了嘛 然后孩子腐蚀也是我做 晚上的攒着 在池子里边落着 能落三四天 我啥啥有空刷 我啥啥啥啥 在小李看来 自己在外忙活半夜 回来还要伺候家里的两位祖宗 说真的 他的生活简直就是生无可恋四个字 可是家并不是一个人的 即便小魏不愿出去工作 让小李养着他也行 他也总该在家里干一些活 好好做个家庭主妇吧 怎么他既不做家务 也不愿意出去挣钱 他究竟是如何想的呢 小魏的回答 再一次让中人气的吐血 他是女的 他就应该收拾这种言辞 小编实在没有想到 这都21世纪了 大清都亡了 怎能还有人有这样封建 又离谱的观念 而小李听着丈夫这么无赖的话 也是无奈了 所以他毫不犹豫的就揭开了 小魏哪找不到工作 当借口的虚伪面杀 虽说学徒确实是工钱少 但是身为一个孩子的父亲 身为一个丈夫 他就应该承担起家里的责任 扛起家里的顶梁柱 努力挣钱 给妻女一个安稳的家 可反观小魏呢 什么都做不好也不想做 最后带小李 把所有路给他铺好 他甚至连最后一个手续都办不好 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东东一找好了 差一道手续能拖一个月 我朋友那边给找了吗 我都没法跟人交代 手续不是不好办吗 所以我就想 你办了吗 我没去啊 我感觉不好办 你感觉整天拿着手机 搁家躺床打着游戏 搁着凭空想 哎这手续不好办 你就不去 对啊 不得不说 小魏这对事是摆烂的态度 真是让人挺崩溃的 小李还能忍他那么久 和他过那么长时间 让他白吃白喝白享受那么久 真可谓是真爱了 然而本以为两人的矛盾 就只是小魏的懒惰而已 谁料接下来小李控诉的另一件事 气的人恨不得上去给小魏一个大笔斗 我们两个而且还经常因为看孩子的事吵架 然后一吵架 说有本让你妈来看 我妈八年前就没了 你说这话是他该说的吗 在小李看来 丈夫不看孩子 不工作的行为 他都能忍 但是他绝不能忍的就是 自己丈夫往自己心上插刀子的行为 那小魏这种种行为的背后原因 究竟是什么呢 他这种故意颓废的样子 表现给小李看 到底是想干嘛呢 他不是女汉子吗 让他上门去 你那会儿追他的时候 是不是就觉得他是条女汉子 你嫁给他以后 真没想到 现如今个高还是罪过了呢 而小魏的这番话 典型的就是得到了不珍惜 要知道多少人 想自己妻子是个高个子 改善家族基因 他倒好 小李还没嫌他个低 拉低他孩子的平均值 他还在这里挑三减四 真不知道他哪来的自信 然而小魏除了拿去 事账母娘开涮之外 还拿小李的父亲开涮 而且就是我父亲嘛 在孩子满孕的时候 我父亲也过世了 当时还太小 离不开人也没人帮我带嘛 只能他人去处理我父亲的身后事 处理三天我父亲刚下葬 就跟我恼了 就说啊 你爸活的时候不靠谱 死了还这么麻烦 简直就是没事找事 有这么说话的吗 就气得我跟他大吵一架 把奶都憋回去了 现在含他纯吃奶粉 不得不说 小魏可真是混蛋中的混蛋 毕竟他干的事 没有一件事人事 可小魏当初明明就是对小李 情根深重 怎么一年时间 他就改变如此之大呢 难不成小魏当初那些喜欢都是装的 现在的才是他真正的样子 而他娶小李回家的原因 也只是为了羞辱他折磨他们 对此 小魏则是这么回答的 刚开始是没这么想 那什么时候开始这么想了 为什么这么想呢 就是说生完孩子之后 压力也大点 完了那都这么想 你有什么压力啊 就是打游戏找不着存在感的 是吗 我不打游戏我干啥呀 哎呀 人家每次吵架 好不过就说 啊 你们全家都死绝了 你还不消停 你也要把我给逼走吗 不不 我怎么逼你了 我逼你什么了 场上 小李的泪流不止 和小魏无所谓的态度 形成明显的对比 可是既然两人 已经走到了这种地步 小李和他离婚就可以了呀 为何还要苦苦坚持到现在呢 我现在我家里边 也没有什么亲人 啊 然后就孩子算是唯一 一个我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我觉得现在说 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所以说我选了一人再人 那今天是谁要来的呢 我 你要来干嘛呢 我就是在想说 他能改 我还是会去选择原谅他 就是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 都说这世界上 最大的爱就是父爱母爱 虽然小魏没有把父爱 留给自己的孩子 但是小李不能不给孩子母爱 况且他之前就过着 没有爱的生活 他可能这辈子 最执着的一件事 可能就是给自己的孩子 一个完整的家庭 然而小魏却还是认为 自己没有什么可改的 反而妻子需要改的地方 颇多 那么小李究竟做了什么事 会让他死咬着不放 再次倒打一耙呢 还不是因为你 晚上走的时候 聊着微信啊 开开心心的 完了都走了 凌晨三四点才回来 我都想知道你干啥去了 我聊微信 我也是跟同事 在工作群里边 我问问人家有没有担 然后没担我出去干嘛去 我在工作群里边 四十多个人 领导也在里边 根本就不允许 聊工作以外的话题 本身我都怀疑你 你之前那小伟 跟我说了你很多的事 说你跟一帮男的经常出去玩 而且玩得还很疯 那是我认识你之前的事 我认识你到现在 咱俩在一起两年多 我有哪一点对不起你 再者说玩大排量的摩托车 你们在座的女生 有几个会骑的 我也想说 跟一帮女生一起出去玩 哪有几个女生 会骑大排量的摩托车 对于妻子的解释 小魏却是一点都听不进去 因为在她看来 妻子根本就和刚开始认识的她不一样 因为当初的妻子是那么的单纯善良 现在的她无论是工作还是玩乐 那都是和男生一起 对她还变得那么不耐烦 所以她仿佛陷入了死胡同一样 时刻都在怀疑着妻子的忠贞 于是她现在的种种做法 也算是对妻子的一种报复 可是既然她如此不放心的话 她为何不和妻子一起出去送外卖呢 或者她出去工作 让妻子在家带孩子 打门不出二门不卖也是可以的呀 对此小魏则是这样回答的 因为家里边有孩子 所以呢 那你出去送啊 我不想去 我不想干我不想去 今天在这里 我们听小魏说了太多太多这样的话了 所以台下的评委老师们 终于忍不住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了 因为男人这个词啊 除了他的性别属性以外 他是带着一些复杂的色彩的 比如说心胸 包容 能力 担当 还有责任心 这些你有吗 没有 显然没有 但这些恰恰就是你老婆 希望从你身上看到了 对 但是你不能以孩子自居啊 因为毕竟你已经结婚了 你还有你的孩子 对不对 虽然你不想长大 但是你已经长大了 所以说你必须要面对 我希望你还找找当时 你们在一起的那美好的 是因为你的落后 导致了他的进步 你没有退路了 如果说他跟你离婚的话 你有什么 就是腹皮囊 一个性别叫男的 曲老师的一番点评 可谓是犀利至极 但是却说的正宗小魏命脉 但是我们却并不能从小魏的脸上 看到一丝动容 所以徒雷老师 为了让他悔改 点加了一记猛料 我们不得不承认 有些男人只会长大 永远不会成熟 但其实他最可怕的 还不是这一点 自私可以因为孩子 而变得宽厚性 懒惰可以因为生活的压力 而变得勤奋性 不懂道理可以教他 懂道理 他最大的问题是不支持 我这样说你生气吗 不生气 好 面对小魏的不作为 徒雷老师有着千言万语 可对于这样的言语 他还是没有一丝悔改 所以对于这样的人 徒雷老师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为好了 于是他便转而对小李劝道 婚姻是建立在有希望的基础之上 一个男人可以穷 可以自私 可以懒惰 但不可以没有希望 如果你觉得这个男人 跟着他是没有希望的 是绝望的 那么跟丧偶师婚姻是没有什么区别 而且比丧偶师婚姻还要痛 因为你明明没有手管 但你却偏偏活成了手管的生活 孩子明明有父亲 却搞得个没爹一样 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是要自保的时候 你是应该带着孩子过自己的日子 而且我甚至劝你在离婚之后 不要急着结婚 我害怕你再遇上一个 可能还不如他 你得好好的通过母亲的这个角色 想想自己这些年事怎么过来 你应该为孩子想一下 至于他 你放心 他还有父母呢 他想的比你开 你说呢 对于小李 涂雷老师其实很心疼的 所以对于他的感情 他提出了一些比较重肯的建议 但无论涂雷老师怎么劝他 最后的选择权还在两人手中 你看着我表面大胆咧咧小女汉子 其实谁的内心 不是住着一个小女人 我是小李在努力的挽回这段感情 但好在 小魏也愿意接受改变 所以最后两人还是和好如初了 只希望小魏以后 善待小李 真正承担起家里的责任 其实家不是一个人的 是双方共同努力而打造的安乐小卧 所以为了这个小家 双方都需要付出 互相理解 共同进步的两人 才能成就幸福的家庭 若是互相不能理解对方 那么双方必会出现感情裂痕 那么看完本期视频的你 对于他们的这段感情 又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和感受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谢谢大家